大家好啊 接着给大家聊这个青海这个兵团啊 青海建设兵团的事啊 我还真的头一次听说啊 就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啊 内蒙啊 宁夏呀 这个黑龙江啊 包括很多插队的 在山西的 在云南西双版纳的 在这个陕北山西的 我还都清楚啊 这个青海的事第一次听说啊 好几万河南的青年 百分之九十九吧 几乎都饿死了 几万人 活下来的只有六七百人啊 那么我们接着聊啊 我们的师长 他建设兵团按照办军事话啊 还挂着解放军这个标签 其实是骗人的 把这些老百姓是把这些年轻人黑五类吗 出身不好 当时中国的就业也成问题 是吧 当时中国是跟美国苏联都给闹翻了 现在看来跟美国好了这些年 中国的就业 中国的税收 中国人的收入 是吧 都好转了 但是这几年跟美国又开始叫板 对吧 这几年 我看最近那个一二年 尤其最近一二年 中国人的日子又不好过了 我们的师长叫王宗章啊 三横一束王 祖宗的宗这个文章的章 王宗章是现役军人 他短短几年就监污了女知青一百多人 所以那会儿有这个文革后有这个老知青说 是吧 后来包括你返城 你想回城 大队书记 支部书记 给你开个证明 放你回城 那怎么办啊 你得跟大队书记睡一觉吧 所以现在说这个女公务员 这个事业单位的男的是提前进步 女的是日后提拔 这种歪风邪气早就有 这种不正当的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还有的毛粉 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这些事 胡说八道 你今天有的这些不正之风 这个歪风邪气 这些丑恶的东西 从毛时代就已经有了 只不过有的时候表现形式 和今天有所不同而已 你看几年就监污女知青一百多人 也许更多 一般女孩子脸皮薄 有的她不好意思的 她就忍了 她就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 她忍气吞声了 对不对 为了名声吗 在中央的干涉下 才将她绳之以法 而且你看文革后 她还恢复了党籍军籍 所以你看对他们是真正的惩罚吗 不是啊 她还恢复了党籍军籍 她还住进了干凶所 结果又把干凶所里边 一个老干部的孙女给强奸了 你看这种人 是把狗改不了吃屎 结果又进去了 还有文革中对知青的种种迫害 捆绑吊打的 捆起来 吊起来打 迫害致死的 活活打死的 数不胜数 这些苦难和罪恶的制造者 不仅是有人性的丑陋 更多的是权力在作祟 说白了权力 权力是什么呀 就是制度 就是体制 还有更多的故事 在昆仑山下的文集中 收入的我的着作 我的作品啊 题目叫 有这样一个知青 和另类昆仑理 另类昆仑 他们就在昆仑山那一带啊 都有过简单的描述 根据青海兵团的知青 叫魏赵基啊 魏 魏属无的魏 赵头 好赵头的赵 基础的基 魏赵基先生的初步统计 由青海兵团的知青 出版和非正式出版的图书 文集 纪念册 多达四十几种 你在中国 要有书号 你才能出版 没有书号 你这个题材 人家认为敏感 不给你出 你只能自己花钱出 这目录已经公布了 这些书籍 多层次 全方位的 记录了知青 在青海兵团的方方面面 说我们今天书写历史 撰写回忆录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些遗忘 或者选择性遗忘的 不让说不好的事 被打 被打死 被饿死 被强奸 被拘禁 拘押 关押 不让说 把这些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还原 对吧 用细节诉说历史真相 丙笔直书 告诉后人一个个真实的 上山下乡的故事 以史为鉴 发现灾难的根源 使后来的当政者 对历史 有起码的畏惧感 这历史有畏惧感没用啊 已经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了 对吧 让他们知道 历史是有记忆的 我们不会忘记 人民也不会忘记 而使他们的任性有所收敛 这都是马后炮 是吧 你中国搞了多少次运动 受害者都得达到上亿 有什么用啊 最后说给你平反了 有的人都死了 人都被整死了 或者自杀了 使国家少走弯路 他们才不管你的 他们想怎么干怎么干 对不对 权力 不受制约的权力 他就是任性的 让子孙后代的青春 不再蹉跎 现在不是那个叫余红军的吧 北大的常务副校长吧 不又说吗 要启动 新时期的上山下乡 现在中国经济又遇到问题了 就业等等 是吧 又要上山下乡 这不就缓解社会矛盾 他不从根上解决问题 他给你迂回 让老百姓 让这些大学生付出代价 而不是巧言令色的把苦难包装成伪业 把美好和掩盖罪恶当成把美化和掩盖罪恶当成政治正确或者什么正能量的陈词烂调 都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 你说的都对 可是没用 是吧 中国就是个粪坑啊 中国就是不断的重复悲剧 人整人 人杀人 人害人 一将功成万古枯 知青中 那些跨过苦难走向辉煌的成功者 毕竟是少数 其实那些成功者有些他就不是知青 那都是高干子弟 他爹倒霉了 他临时到知青这堆里边 取取暖 缓一缓 躲避风险 避其锋芒 过两年人家就飞黄腾达了 工农兵大学生 军委办公厅 哎呀 某某县委书记 某某市长 省长 常委委员 一级一级的走了 我想说 我宁愿不要今天所谓的成功 也不愿去承受 和不应该去承受 那不该有的苦难 我想说 在今天这些 所谓成功者的背后 掩盖了多少 普通知青的血泪苦难 这些人的成功 不代表知青的成功 当然 他个人 我刚才说了 那都是权贵 对吧 高干子弟 人家可能在农村待两年 有的就半年 就当兵去了 就考大学了 就招工了 你普通人行吗 普通人在农村 有的八年九年十年 甚至有的现在就 一辈子就落户在农村了 我都生活中 我都认识这样的人 是吧 这些人的辉煌 也不代表知青的辉煌 是吧 知青整体 知青这个群体 是苦难的 知青大多数 一生都在社会的底层 苦苦挣扎 我去年 我前一段做过节目 以我认识的知青 我举了12个例子呀 其实还有更多的例子 对吧 我周围我认识好多老知青 今天那些掌握着知青 话语权的成功者 在你们欧哥盛世 赞美成功之前 请用几秒钟的时间 想想他们和他们的子女 他才不想呢 他个人合适了 他管你呢 对吧 想想我们和我们的青春 那些那些田园牧哥般的故事 不是我们的过去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粉饰太平 移花接木偷换概念 1979年的9月15日 忍无可忍的数千青海之青 抬着棺材打着横幅 冲击了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西宁到格尔木的通车典礼 棺权上写着不回家 不回家无宁死 他们冒死请命 孤注一致 由于他们的决绝 才打开了青海之青 回家的通道 终结了18年悲催的历史 18年吗 不是65年吗 65年66年吗 那可能有的人更早 那些为众人抱心者 慷慨悲歌的故事 才是我们不能忘记 应该认真书写的历史 谢谢大家 这个叫石鲁生的人的 他的发言 你看还是把这个重大的活动 现场给冲击了 是吧 这个青藏铁路一期工程 西宁到格尔木通车典礼 给冲击了 才引起上面的重视 好像这个云南知青 也是把铁路给堵了 是吧 几千人坐到铁轨上 迫使这个铁路停下来 在中国呀 你非得付出代价 不然的话 你就永远是那个韭菜 是吧 但是现在啊 大家伙的团结 中国人的团结 大踏步的退后 现在原子化 碎片化的趋势 已经酿成了